兩性之間的無悅 他必須要雙方面都滿意 只有一方面滿意啊 另外一個地方悅 對不對 就像我們剛剛說 油蒙酒 就是男生覺得很好 但是女生就覺得 好像缺乏了一點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溫度 欸 太扯了吧 什麼啦 你在看什麼 你看這個新聞 他講說有一段男女 站住那場石頭 然後那個男生 他把印度神油塗在他的下面 結果女生吃了以後 就要腫起來 蛤 而且我跟你說最扯的是 印度神油 根本就不是印度人發明的 它是香港人發明的 居然是香港人 喔 誰啦 上班不上班 我還什麼手機啊 他又拿來去工作 嗯 美衣術任務 跳 嗨 嗨 太扯了吧 你們來了 對 我們穿越 穿越時空來了 歡迎歡迎 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到那個 印度神油的事情 那也就是 想要請教一下 到底 印度神油這種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去買來用 然後在使用上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為什麼會有些人用到受傷呢 我覺得印度神油這個東西啊 它本來就是一個 不能說它是非法 要叫不合法的產品 那到底它是什麼成分 我們不太清楚 會叫做印度神油 顧名思音應該就是有猛酒啦 那會造成女性的受傷 應該就是太猛太猛太久 造成女性會因部的死裂傷 那如果是想要有猛酒的話 那我們是要使用什麼樣的合法 或是合格的東西 或是方式 才能幫助達到這個效果 我還是比較建議以儲房纖為主 助性的商品 就是男性使用的藥物呢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威爾剛 熱胃狀 洗禮室 這三大廠牌 我們剛剛說的威爾剛 跟這個熱胃狀 這兩個品牌呢 通常呢 需要在空腹之下使用的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洗禮室 那它就是沒有分它是什麼時候吃 但是這些藥物呢 都有一些限制性 例如說 它在心臟疾病的部分 是需要去考慮到的 例如說它有心肌梗塞 或者是它有高血壓 這些都是需要 醫生進行安全的調藥 因為我是做性治療的 沒有手術跟沒有藥物 因為有些人他們可能很年輕嘛 那年輕他就需要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25 或者20多歲到45歲之間 我們會比較建議 它用訓練的方式 去完成他們功能上的 這個狀況 那如果它是在45歲到65歲之間 它可能就是訓練的功能 加上一點點藥物 關於如何讓男人 有蒙酒的方式 但是我們女生 會有一個小小的抱怨 有時候我們也覺得很久很煩啊 剛剛好就好了 那通常女人這邊 會怎麼樣去幫助 兩邊達到 我們第一個 會去看彼此的功能 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我們是比較專注於負到零 我稍微解釋一下 很多人不明白負到零 零到正 它到底是怎麼劃分的 零叫做正常 就我沒有要它更好 就是正常能做 然後正就是我要更激烈更好 更美好的性愛 還有一種人他是根本做不了的 如果你有功能上的障礙 例如說你有氧尾早洩 性欲低下 或者你有其他的性癖好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正常的功能 我覺得要先把這一塊先補入 那女性也有這個功能異常 叫做陰道精卵 陰道精卵就是說 有一種叫做性交障礙 我沒有辦法進入或者性交疼痛 所以先重複不行到能夠正常 正常以後才能到正常到更好 更舒服啊 或者是更激烈的這個部分 兩性之間的五月 它必須要雙方面都滿意 只有一方面滿意啊 另外一個一定到月 就像我們剛剛說 有蒙酒 就是男生覺得很好 但是女生就覺得好像缺乏了一點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溫度 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在心裡面覺得 我是被愛的 而不是他們上次說什麼肉便器 就是只是為了要滿足他的性欲的 很動耶 坦白現在很多人都說就是在做完那邊 很多女生都希望男人可以抱他一下 他會用那種溫暖 是啊 就是一個卸慾的工具 對啊 所以就是說 男生如果可以在情趣的部分多增加 那女性在情趣的部分可以多配合 或者是多滿足 更或者是他更能夠很輕鬆自在說出自己 想要什麼啊 這樣就會造成兩性之間的和諧度就更高了 像很多的情趣用品就是 不管什麼年齡他自己在網路上偷偷買都可以 我們要怎麼去選擇 OK 情趣用品的選擇 男性跟女性又不一樣喔 男性的部分啊他有兩種 一種是手動的一種是自動的 手動的呢就是速度跟壓力啊 尤其對於功能障礙的人 他可能不能那麼強 所以就先從手動的開始 那手動已經完成了我們在自動的 自動裡面有加溫的啊 有加速度的啊還有加power的 就是震動力的部分 女性的部分他有包括 G點 陰地點 還有陰道高潮 這三種有分別不同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可能會來介紹一下 他到底是有哪些的器具 不過這些零零種種的這些情趣用品啊 在選購的時候啊 有三種我們需要去看的 第一個情趣用品使用 你可以先來摸看看他的材質 那第二個是你的按鍵順不順手 然後他的那個時間度是不是很快能夠搭得上 所以你可以按下那個按鍵是不是很黏黏 第三個我們要看馬達 不管任何東西啊 你如果看到馬達是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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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跑不動這樣 那你就知道那個馬達是差的 那什麼是好的 是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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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綿密的感覺 所以你要去選購情趣用品 一定要先摸看看 聽看看按看看 最好還是先使用看看 就是你自己摸看看啊觸感這些 再看一下網路上的評論 因為這些情趣用品就是屬於私立性的 那應該是不能退貨 哦 對 拆貢就沒辦法 對啊 無意中透露出我們沒有買過 那我們要請主任來我們去探觀一下 對去驗一下就是這些情趣用品 好 走 登 我們來看一下情趣用品琳瑯滿目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挑選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挑選的三大步驟 除了這三大步驟以外啊 其實啊你可以去屍體場域上摸看看到底哪一種是適合的 看一下這個店裡的荷包如果夠 你就買成檔次比較高的 那如果你覺得可以用就好 然後狀況可以就好 那你就選購適合你的 先介紹男性的情趣用品 男性的情趣用品呢 我們這邊有三種訓練的器具 黃色的這個啊它孔徑是最大的 就是適合那種很早洩的人 那就麻煩使用的時候呢 需要用到潤滑油 那中型就是一般夫妻之間的正常孔徑就是粉紅色 那如果有一些它的痕景 處女啊需要鋼膠的 就要藍色的 那這是手動的 那電動的產品也有很多 像這一款啊你按下去 你可以聽得到它的那個速度 然後它的模式啊 也可以經由這個地方要快要慢 可以自我做調整的 好這款有點長 剛剛看的這一款可能還有聲音的 它這個其實是速度跟溫度呢 它是裡面是有調整的 所以這款也是CP值是不錯的 那主人它這個會有人的體溫喔 它裡面你可以加溫的 它裡面還有振動收縮力 它還有跑來跑去的 所以有一些款式啊 現在做的都非常像真人 是有互動的 那女性的部分呢就比較複雜 我們的女性高潮有 因地高潮 因道高潮 吉典高潮 所以藉由這幾項呢 他們就設計出不同的產品 我們說因道高潮呢 我們就是需要棒狀的 像這一款啊 它這個中間是一個 斯華洛士奇的水鑽 所以看起來女生就會覺得 它沒有那麼直白的高速女 它就是一個女性在使用的東西 它所有按鍵按下去以後啊 它這個地方就是調整它的速度 還有它的模式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在手上去調控 握起來的手感是不錯 然後你所有的調控都在這邊 你們可以玩看看 長按三秒 對 然後它就會出現了 會滑滑滑 有沒有它震動的模式就是左右 情緒油品其實是我們跟伴侶之間 很好的潤滑劑 有時候啊不一定美 你需要的時候別人是可以的嗎 那你可以拿這個當成前戲 或者是中間它體力衰退的時候 就可以拿這個來 G點也分成兩種不同的 你知道我們女性的陰道啊 G點呢就是在我們陰道的上方 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啊是比較小的 一樣它進去以後 朝向G點的地方按摩 所以它就會震動 觸感也很好 動力也很強 它這是這個地方 對 它這個肩頸 也可以按摩嗎 可以可以 這樣子的話也不委屈 對 然後直接把這個放在書桌前面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掏耳朵 掏耳朵不是啦 這個呢就比它更強 因為呢這個是它的進化版 對 所以你這個是刺激肌點 然後肌點的內部更深層 它有這個東西來刺激 所以這個又會更有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肌點按摩棒 我們剛剛說我們陰道肌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吸引器 吸引器就是我們的陰地按摩 觸接款的就是章魚嘴 這個按鍵按下去 然後它會從細細的 啵啵啵啵啵啵啵 它是那個風向彈的 像嘴巴的這個感覺 放在我們陰地頭的地方 做這樣子的壓按 它這個 鍵來鍵 我可以就是用手模擬一下它的感覺 它就是這樣 這樣子 在用你的感覺 就它裡面感覺 這個章魚嘴的裡面 有一個舌頭 就是一直這樣子 對 就是彈你彈你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它很可愛 就是你不會拿著它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色情 對 那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熟女必備的系列 就是叫做聰明球 或者叫鍛鍊器 那鍛鍊器有分成很多種 我們講最普通的就是所謂的這種聰明球 放了這個潤滑 你一定要夠潤滑才能放到裡面去 那有幾種方式 你就是放到我們的陰道裡面去 然後夾著它 它會有一個外面拉的拉力 然後這邊有一條拉繩 所以你也可以兩個一起放進去 那你也可以放一顆 那你也可以換顆 例如說你覺得這個的重量不夠重 就可以換另外一個 所以通常用這個都是站著用嗎 對 就是跨在那個馬桶上 當然這種它也可以單顆這樣放進去 那都不會卡在裡面嗎 所以不會 因為我們陰道內 不是一個直通子宮的空腔 裡面它是有一個叫子宮頸的地方 所以你放進去 它頂多也就是把它給夾在 我們的陰道口的那個擴約機上面而已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訓練器 像這一個啊 就是我們網路上也常見 一樣是放到陰道裡面去 然後它會震動 當然這個是互動 這是手機APP的部分嗎 對 這是這個模式 然後另外一個模式 來 你試試看 有 有啊 聽得到聲音嗎 然後如果這樣子動 有有有 它就會變得一直震動對不對 對 對 喔 其實還蠻好玩的啦 有增加情緒的感覺 對 所以這些 這些情緒用品啊 其實就是訓練 我們凱格爾練習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可以增加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遊戲 OK 好 那我想 我像剛剛那個震動的那麼大 大力又大聲 真的是聽不到嗎 這個聲音放在體內應該沒有 應該不太會被別人聽到 你叫床的聲音應該比這個大 一般是我們自己覺得好像 好像很大聲被人家聽到 自己覺得很害羞 其實沒有人聽到 而且有時候聽到也是一種樂趣啊 那剛剛主任帶我們看了這麼多的情緒用品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不當的使用 然後可能造成一些撕裂傷啊 傷口的問題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用才會算是正確的用 然後又可以享受那種過程 OK 其實這些情緒用品 在網路上你去購買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告訴你使用方法 例如說它可能本來它的 音道洞口就沒有很大 但是它是他男友或者是 他自己使用了 比他原來的孔洞要再更大的 所以就把它撐了死裂傷 然後第二個就是潤滑度 如果你的潤滑垢 再大一點點其實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呢 這個潤滑度不足 即使是小的它也會產生摩擦力而受傷 所以重點是要潤滑 對潤滑還有使用適合自己大小的 還有自己能力範圍可以接受的情緒用品 其實情緒用品都很安全啦 除非是你是買到非常劣質的 例如說我們會漏電的 如果是正常它是有進口序號的 幾乎啦 是不太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都是不當使用造成的 那K型主任再幫我們最後講一下說 如果就是良心想要增加性生活的和諧 應該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因為呢 要性的和諧一定要雙方 所以不管是男性和女性 一定要從他的功能面跟心理面去著手 就男性的功能 生理功能是不是正常 能夠勃起 能夠大概維持十分鐘左右的摩擦時間 男女的功能是不是正常 第二個他心態正不正常 因為心態不是要去征服對方 而是要達到兩性之間的和諧 自我部分要自我做情緒的 或者是情慾的開發 另外一個就是你們兩個人怎麼去配合達到最好 從這兩個角度 如果兩個人都覺得很好 性他就會只要一定很美 今天就是謝謝從主任幫我分享這麼多 健康而且正確的資訊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